这是个数学天才 哥哥正在算一道八位数立方根 他就瞄了一眼 立马给出答案 哥哥直接梦逼了 我是干饭长大的吗 他不信邪 立刻算起了256的三次方 不出所料 答案正是刚刚的八位数 你是怎么做到的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 哥哥又给女孩出了道题 这次可复杂多了 56785乘以45675 结果等于多少 只见女孩拿起板子 眼前的题目居然飘了起来 一阵头脑风暴 然后他不慌不忙爆出一串数字 哥哥一看答案顿时震惊了 竟然又对了 他拖着女孩跑回家 兴奋地告诉女孩父母 他是个天才 女孩父母当然不信 你说我女儿是什么柴 可以烧火吗 为了向他们验证 男人又出了道数学题 这次是九位数的立方根 女孩又是只看了一眼 立刻知道答案 女孩父母震惊了 就把女儿带去了学校 让各位老师见证 自己女儿的开挂技能 老师们当然不信 当着全校同学的面 出了道难题 十位数的立方根 谁知女孩走上黑板 把千位数的分隔符都擦掉 说这样会影响我计算的 接着没有丝毫犹豫 写出一串数字 老师一看答案 完全正确 看来这女孩的确是开挂了 谁知父亲当场给女孩办了退学手续 然后带着她 去全国各地表演数学 就这样 凭借天才的计算能力 女孩收获满瓶的鲜花和掌声 更重要的是 变成网红赚得巨额财富 顺道还找个男朋友 小日子过的那个一个滋润 可就在这天 她发现男友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一位女人 一台计算机 她们要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搜 比赛开始 第一道题 九位数的立方根 裁判还没来得及看电脑 小美却立马算出了答案 三秒过后 电脑上才显示出完全相同的数字 第一回和小美完胜 第二回和裁判加大难度 出了一到十六位数的立方根 这次小美想了许久 却怎么都算不出来 小美立马说题目出错了 但无论她怎么争辩 裁判都不理会 你这明明是耍赖 全国观众可都在看着你呢 你是不是玩不起啊 随后停止了比赛 回到家的小美 很生气却也很无奈 自己的计算从来没有错过 为了这事 她哭了一整个晚上 然而第二天 全国各地的观众都给小美来信 他们亲自算过 的确是电脑出现了错误 而小美的质疑是对的 这下小美完胜电脑 瞬间名声大噪 抢占全国各大新闻头条 这架是完全不比这两天的瓜小 都说爱情事业双开花 此时的小美沉浸在全世界的掌声中 直到遇到了一个帅气的丈夫 她以为这下可以停下来 过安稳的日子了 还和她生下了可爱的女儿 然而每天在家相复教子的生活 却令她彻底迷失了 她一点也不满足于当妈妈的日子 她将女儿鼓掌 耳边却响起观众的掌声 她将女儿儿歌 脑海中浮现的却是一道又一道数学题 最后她决定要带着女儿重操就业 但丈夫极力反对 可她是个天才 怎会甘心停庸 于是她一意孤行抛弃了丈夫 她带着女儿来到世界各个国家 开始了一场又一场的数学演出 女儿也渐渐长大 和她一样是个数学天才 她以为她给了女儿全世界 但女儿却一直想要逃离 这是2001年的人脑计算大赛 这个印度女人 要挑战人类最快心算能力 第一题 201位数的第23个根 这满满一黑板数字 谁看了不头痛 但女人只花了50秒 就得出了答案 而电脑足足过了62秒 第二题 两个13位数相成 这次女人更牛 只用了28秒 就说出了正确答案 而这其中有一半的时间在说答案 这大脑运算能力完全超越电脑 亲力打破迪尼斯世界记录 至此天才数学家凭空出世 她每天带着女儿 飞往世界各地 开始了一场又一场的数学表演 可女儿却越来越不开心 一直居无定所 从来一个朋友都没有 她讨厌数学 可妈妈却只想她继承数学天赋 她受够这样的生活了 心里暗暗发誓 一定要逃离母亲的支配 日子一天天过去 女儿也渐渐长大 和其他女孩一样 遇见了自己的真命天子 她告诉母亲自己恋爱了 没想到小美极力反对 还在不停告诉女儿 她已经计划好了他们的未来 但此时的女儿彻底绝望了 她和母亲大吵一架 然后断绝母女关系 毅然嫁给了自己的男神 小美呢 自从女儿离开后 生活彻底崩溃了 她去参加数学表演 却连最简单的题目都算不明白 头脑中全是和女儿吵架的场景 她打电话给女儿 想要挽回关系 可女儿却将她拒之门外 连见都不愿意见她 小美这才明白 她失去的不只是女儿 而是全世界 绝望的小美 回到老家 还是那破旧的房子 打开妈妈的遗物 发现里面全是自己的照片和报道 这一刻 她终于崩溃了 这些年 她一直为名利奔走 却忘了关心自己的家庭 直到亲人都离她而去 她才发现 无论走多远 没有他们的分享 所有的名利都没有任何意义 这一刻 她做了一个重大决定 她把女儿所有的商业房产都卖掉 而一无所知的女儿 还正和丈夫规划未来 可当他们查看银行账户时 才发现多了一大笔负债 女儿当然知道这是小美搞的鬼 果断请律师起诉母亲 然而就在谈判时 小美却接受了所有指控 原来她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为了让女儿起诉她 这样她就能和女儿好好见一面 好好说说话 这一刻 小美放下了所有执念 想弥补对女儿的亏钱 最终女儿放下仇恨 母女重归于后 其实生活真相永远是这样 年少的我们 永远意气风发 期待远方的梦想与世界 但当我们真正长大 回头看 那些每次送我们远行的人 却再也不见 如果所有的成功和喜悦 没有了他们的分享 那就是人生最大的遗憾